萱萱戴上价值逾百万的首饰 与丹麦王储和王妃出席品牌活动 萱萱表示第一次接触丹麦王室人员 在交谈前有少数紧张 待事后表示他们高贵大方和蔼可亲 而萱萱和王妃一样穿着蓝色长裙 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撞筛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不会觉得尴尬 因为我觉得就算是穿同一件衣服 我觉得蛮开心的 就代表好像我们都有同一个taste 然后每一个人我觉得有自己的性格 然后穿同一件衣服 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给人家看到 身材略显肥胖的萱萱 早年在告别TVV后北上捞金 但最近两年似乎事业上没有更多的发展 于是有传她会回流香港发展 不过萱萱对于下一站仍然相当保密 只表示今年将会留在香港过圣诞节 被问到男朋友会不会跟自己一起过 去年跟老外男友分手后 就保持单身的萱萱 表示感情状况不变 但一直都有追求者 我自己蛮多男性朋友的 但是都是朋友啦 对追求有的 但是还在看吧 对要合得来 我觉得要看清楚 不及的 我觉得看一个人要看比较长时间 对短时间是看不清楚的 他们看我也一样 不要看我就短短几天了 看不清楚我的 清楚我的 家人已经放弃了 他们都没有再问我 已经好几年没问了 但是朋友很急 对他们就觉得你快点找到一个好的 他们很想我找到 但是要靠他们啦 因为我自己我觉得 当艺人自己去认识一些 新的朋友会比较困难 对我来说我觉得困难的 要靠朋友去介绍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你们听到了吗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也就是笔合llo よろし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